本视频由Tobier原创制作 说到买车 很多人都特别在意新车的耗油量 因为汽车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品 不仅是保养维护 维修 停车 保险等等都需要花钱 而且吃油是最耗钱的一件事 所以越来越多的大车企 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意愿 纷纷推出了更省油的发动机 不过现在车市中 费油的车还是不少 今天我们就来看几款最长费油的车 第一款不得不说 丰田兰德库路泽 26款4.6升自动VX2 4.6升V18暂需取发动机的动力 表现比较一般 拖动超过2.7吨的新路循 还是有些费力 低扭输出不是很好 急不时会感觉稍有些肉 在中途加速时也不是非常有力 日常行驶时它的发动机 转速不高 即便是120线每小时行驶 发动机转速也不过1800转 这时加速并不是在最高扭矩输出范围 不过高速行驶车动力表现要好于低速 该车综合百公里油耗为20.6升 不愧是持油网 雷克萨斯LX2016款570动感豪华版 LX570采用的是非承载车身 准备质量达到了2570kg 光是看到这些数据 我就已经对它的程式驾驶感受不抱太大希望了 即使装备了5.7升V18发动机 它的加速力道依然算不上很强劲 甚至会严重低运的预期 众所周知 这台V18发动机已经在LX570上服役了多年 拥有成熟稳定的技术 普通93号驱油就能满足它的胃口 每次加油时 驾驭员都不敢相信 反复于我确认汽油型号 皮时耐用 适用性强势雷克萨斯 想起沿用至今的原因 不过它的最大功率只有367马力 用来拖动如此沉重身躯 中途加速能力可想而知 百公里油耗17.5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